不是我不談感情 是我發現我每一段感情 後來都出大事 上法院啦 禁茶職啦 我跟你講LINE不走的啦 必須要我輪走的啦 每次都這樣 可是我對男人的條件 其實很高的 讓我一眼 讓我覺得你沒有男子和氣息的 讓我覺得你像我娘妹一樣 直接淘汰 我跟你講 我嘴巴儘管說想要再喜歡她一點 我都做不到 那時候想說 我的心就告訴我 我想吐 這個就是沒辦法 還有…再來就是 我最愛的深愛的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交往過最長的 是一年半 我每個男朋友 就是不超過兩三個人 一定就是bye 一年半 然後一年半這個是特別長 那原因是他 好像他現在在關啦 他現在在關 沒有一個… 這是可以說的嗎 他的大概是我22歲那一年 我認識他 但是男生很瘋狂 因為我覺得男人對我 他就是應該要照顧我嘛 那就是大方嘛 然後你要夠愛我嘛 我眼中只能我一個人嘛 你有伊莉莎都不行 我管你什麼錢 女友什麼 我跟你講 你三倍情人我都給你算你知道嗎 你的眼裡都只能有我一個 他賺的錢通常都是給我花 就是全都我們要去哪裡 都在你身上 Match 這叫Match 或是照顧我 照顧我的朋友… 但是這個人就很瘋 他不准我的手機 有任何一個男生的聯絡人 你們兩個不就互相一樣啊 互相 好 沒關係 但我沒有到他那麼瘋狂 我沒到那麼成績 平等耶 這樣很好 就iPhone有這個功能嘛 然後雲端就插個孔就回來了 那次我每次都反饋三 因為我三的話 我要弄電腦我不會用 對… 你要一個一個走三 然後我就見他的時候 怎麼 少三了一個被他發現了 他就當場要跟我吵架 可是我累了你知道嗎 他每次吵都是很痛那種 叫很耗費精力那種 對 而且我們吵架很喜歡 就會那個啦 對 很喜歡Angry Sex 對… 就是你在吵架 用那個做Ending啦 對… 你吵架的時候你要跟他發生關係 但是那個只能待一兩次 你不能每一次都這樣 對啊 吵太多會累 太累 吵太多會累 那時候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是在電影院 說實在 我真的想看這電影 他一直吵 我是因為他有個性的 我受夠了你了 我就轉身就走了 走了之後回到我家裡面 我就想說我知道他之後想幹嘛 他想跟我訂購機 我說他想來了 但我也做什麼準備嘛 大家來 我說要來就大家來啦 來 我今天就想分併了 然後結果他就 然後果不其然他就拿了毒品 跑到警察局裡面 然後坐在警察局裡面拍照 我現在在警察局裡面 我跟警察說毒品全都是你給我的 然後上報之後 他就一連串的精神病發瘋了 他就那一連串他也殺紅了眼 那當天那個警察就來抓我 抓我已經警察局驗尿 我們這樣聽也覺得你也有問題 對啊 如果兩人坦誠相見 他也不會有任何的 對 他也沒有別人 你也沒有別人 你是有啊 妳被抓到耶 對啊 對啊 抓到還這麼大聲 我其實這個行為是很幼稚 因為當年我們年紀都還小 但是我覺得他種種 他的精神上 還有他的沒安全感 實在太重了 這個難的 當然那時候會 我也喜歡這種瘋狂的情境 但是他後來就是幾日子 也過亂七八糟的 我後來跟他分手之後 他就後來就進監獄了 就關 關啊…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 那段也是我的一種歷練 你看單身兩年 妳會不會覺得說 不要選這種這麼瘋狂的 當然… 我有啊 我有 他就想說我不選crazy的 他後面才談了那麼多段 我有選過啊 選過一個超級 超級正常 而且重點是我家人都見過他 很帥 很高 家裡都覺得喜歡 家裡都覺得喜歡 就是這個男生太棒了 然後又會照顧我 幫我整理房間 又幫我照顧我的小狗 然後我要他幹嘛就幹嘛 我要他做什麼 他絕對不會有第二句話 我說第二件事情不能做 他就不能做 可是我跟你講 我跟他再起久了 我會覺得 我不是要給人體驗我的生活 我覺得他完全佔據了我的生活 他不給我任何空間 他住到我家裡面來 租到我房間裡面來 然後跟我家人還在我們家公司上班 然後也為了我從加拿大回來 可是我覺得 好 前面兩禮拜可能 我可能為了你從加拿大回來 可是我說真的 我沒有辦法耶 妳的…妳身體裡面 住了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對 叛逆的靈魂 我覺得妳的問題都是這個 而且…他覺得問題 其實很容易啊 他喜歡什麼樣的對象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跟他一模一樣的笑得瘋的 才會有刺激 如果今天我是男人的話 我絕對是選上我自己 我絕對是選上我自己 因為我絕對不會讓每個女人吃虧 他不是戀父 他就是自戀 我一定是當最有GOT的男人 會說那種會想跟自己在一起 太瘋狂了啦 阿布的建議… 不是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他好像沒有想要進入 穩定的生活那個地方 他現在還在享受 就是那種很激烈的 戀愛愛情的感覺 對… 但我個人是覺得 以我們已經步入婚姻了之後 我們會希望得到的是 我們生活可以瘋狂 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去瘋狂的高空彈跳 去跳傘 但是不是瘋狂的在感情上這樣 事情可以瘋狂 對 有些都上新聞了 還拿著刀在那邊弄 太累了 很像自己在演男生 對啊 應該是他還不到那個 他還沒有到那個想法 對 我這個建議我覺得非常棒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鎖定一個職業 什麼職業 什麼意思 消防員 他都敢闖火場了 怎麼可能不敢闖你 因為我覺得消防員 他的膽子要夠大 我覺得他的心臟也要夠大 那活起來就把水管拿出來 對 直接講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消防員他的穩定性夠高 而且他們可以面對高壓 對 面對高壓 沒錯 對 所以強強 我跟你講 對象太重要了 我覺得你應該選擇 耳朵聽不到的人 妳千萬不要 但是我自己就是因為我只好在個性 所以我所幸的話 我就是不要再鬧事 我就是現在就是 讓男生談談戀愛這樣就好了 我也知道我的個性嘛 所以我其實是面對 結婚這種東西 絕對不一定是在我人生當中 是個規劃裡面 因為我不會為了結婚而結婚 沒有…但妳有沒有想結婚 這種東西是說不定的 命運就是這個樣子 妳說定了的話那怎麼辦呢 妳說定了就不好玩啊 對 等一下就重出情緒 妳有跟外國人交往過嗎 有啊 還不付錢啊 我不喜歡 很大方 見過大方啦 其實被關過的我也無所謂 我不擔心 我不擔心他有什麼樣的過去 我們很少他不要有大驚小怪的問題 他看出來他為什麼要單身呢 對 我就放棄了 放棄一次 男生會… 下一個會… 沒關係啦 加油 單身在兩年而已啦 後面還有三十幾年 妳要慢慢對 對啦 加油 你可以的 那一任是因為我吵架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年輕 剛畢業 就是我很喜歡吵架的時候 在上網抒發我的情緒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Instagram的限時動態 才剛開始流行 所以我一吵架 我就會開始PO限時動態 我最常記錄 因為我是大概沒兩天 我就跟他吵一次架 然後我就要說一次分手 然後在網路上面開始說他壞話 就這樣子一直這樣持續 然後身邊的人 累已乾 對 身邊的姐妹就會替我抱不平 因為比如說他跟哪個女生聊天 我就會隱晦的 把那個女生的外表這樣子形容出來 然後我身邊的姐妹 就會跟我一起去罵那個女生 然後可是過兩天 我因為她的花言巧語 我們就和好了 不錯… 和好之後 很好 我就又跟她很恩愛這樣 我身邊的姐妹 因為她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和好 就會替我抱不平 然後反而我分手了以後 因為她們會 因為看到我發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她們會去討厭那個男生 可是和好之後 我又會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要罵我男朋友 所以到最後變成 就是跟姐妹的關係 就也不好 什麼都沒有了 我覺得她可能就是 家裡整個環境太好 所以唯一就是戀愛腦 什麼時候就是戀愛… 每一次你都這樣子講 對 所以妳29歲我說實話 現在不要談戀愛 去做一些別的事 對 要告訴我 你真的… 我還想要結婚 我還想要結婚小懷耶 我還想要結婚小懷耶 我告訴你 妳怎麼結婚啦 進修啦… 不是 我想要結婚生小懷耶 妳已經看得出來 她沒唸書啦 沒有 我說去進修啦… 進修 我說一些別的事 我是幼稚園老師耶 我還會教小孩子唸書耶 對 不要再只談戀愛 妳是老師 我是幼兒園老師之前 因為我大學唸的就是 是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對 真的 給她一點質疑吧 我不知道她的戀愛腦 是什麼情況 你把這些事情都PO出來 下面的女生有在那邊留言了 我告訴你們 好不好 我一個一個都記住 然後我就回她一句說 你就去看這幾個留言的人 他們哪一個感情成功的 沒有嘛 最後事實證明我是對的啊 對 任何感情事件 千萬不要讓外人投資 對… 我們要自己來勇敢地面對 好不好 再來就是 我比較沒有辦法get到男生的浪漫 因為像我就是喜歡幽默的人 譬如說我喜歡那一種吵架 可能真的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但是會忽然講一個 土味情話給我聽 我就會很開心的那一種 對 就譬如說像之前 我很喜歡就是我男朋友 跟我吵架的時候 可能我在生氣 我就在房間看劇 不理他 他忽然把我被子搶走 然後我說你搶我被子幹嘛 他就說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啊 剛剛有笑點 這種 因為我後來交了一任是雙魚座的 他就非常的浪漫 可能我們平常只是約會出去而已 回家以後他會傳簡訊給我說 謝謝你今天陪我出去 我的小公主 跟你出去我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 這樣打完就算囉 我就說好 晚安 那我們睡覺了 隔天早上醒來 我又會收到一封那種山封 不是早安晚安 是早安 我的小公主 每天起床有妳 我都覺得今天的姑息特別清晰 就是會有三頁 三頁都划不完的那一季 妳會有擺妳的小王子這種說 碰到這種很控的男生也要害怕 我就沒辦法 可是因為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我想說前一個禮拜 他可能真的很愛我 可是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就有點受不了了 我就會說你也早安 然後他就會開始打來 他就玻璃心 後來就有點壓力 還有一點是他很喜歡去逛書店 我本身就是一個沒有讀他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跟就是他交往 我覺得你不用太過於急著 例如說他可能講一個好笑的東西 你覺得好笑就笑 你看不好笑就不好笑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是 剛開始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他講什麼冷笑話 他都笑… 笑到最後他覺得那個女生覺得 他覺得他講的笑話實在是不好笑 他就沒有再笑了 結果那個男生就跟他說 對不起 我要跟你分手 因為你覺得我覺得你對我 你不愛我了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先列出條件 然後不用去就是一直要去 對啦 學聰明一點